北京时间10月19号的凌晨一点 苹果发布会它又来了 而这次的发布会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M1 Pro和M1 Max的芯片 和最全新的MacOS Monterey 也为其产品带来更强大的性能 而Mac系列电脑作为办公室中的旗舰老大哥 也逐渐地成为大多数职场人的首选 当你的电脑换得越来越快 而你日常工作累积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的电脑是不是跟你的肚子一样 也承受了那些你不该承受的东西 你多久没有停下来了 好好整理整理那日夜陪伴你的脉 试想在一个渴求知识的夜晚 你躺着床头打开你的电脑 拿出你的快乐纸巾 可却惊讶地发现 你却找不到你想找的那个文件 我那个放哪里了 可当急于学习新知识的你 再打算重新下载时 惊喜又出现了 哇靠 我一定要把内存全删了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电脑内存被占满 并不是全是因为我们下载了更高清更好的学习资料 而是因为在我们浏览视频的时候 更有相当于大部分是我们使用浏览器时留下的缓存 相较挨个清理文件很随时之外 清理浏览器 我们必须把每个浏览器单独打开 并清理它的文件 简而言之就是更随时 作为我这种新媒体的用户 每天会接触电脑 早已对电脑产生了厌倦 不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碰它 也更别说会去深度清理我的内存 除非 对于Mac用户 最头疼的就是我们很多Windows软件 却不能在Mac的App Store里面下载 不过还好 我们只需要在搜索引擎中 把需要下载的软件后面加上付Mac两个关键字 即可下载并使用 可是问题又又又又来了 特别是从那些非官网途径下载的软件 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安全性 甚至有些软件在卸载时会经常出现无法卸载 以及卸载不干净留下残留图标的情况 我跟你说 那天我在办公室看到我们同事还在用某清理软件 什么脸 当时我就想起来 几年前我当时在用Windows的样子 我好像也只会等到系统提示我 内存不够 系统越来越慢的时候 而被强迫的再去点开它 清理我的电脑 我也从这明白了一个道理 从Windows到Mac 不管你的系统换得再快 配置换得再好 如果你这个习惯不改 咱们的电脑还是依然会一样的卡顿 而解决的办法无非就是在日常使用中 花点心思 给你电脑做一些日常的清理 我们常常会说 哎 工作太忙了 哪有时间啊 但你我都知道 这只是一个来搪塞自己的借口 其实日常对你的Mac进行一次简单的清理 并不复杂 如果你厌倦了A哥去点击操作这个过程 你完全可以使用Claim My Mac X 这个软件来去辅助你日常的清理工作过程 你只是要使用这一个智能的扫描功能 就能将不必要的垃圾 网页缓存 以及浏览记录和跟踪Cookie进行清理 识别并深度卸载那些隐藏在你电脑里面的恶意流氓软件 以及间谍软件 检测出占有后台内存并不必要的辅助插件 在Claim My Mac X这个软件中 只需要简单的一键 并可为你的Mac进行日常清理 除此之外 Claim My Mac还能帮你把一些无法正常删除的第三方软件 进行深度的卸载清理 你其实还可以使用Claim My Mac空间透镜功能 轻松的看到你各个文件的内存占用大小 方便你直接找到或清理占用内存较大的文件 观众朋友的你 新的学习资料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可是支援最新Mac的Claim My Mac软件的优惠码 诶 我倒是帮你们争取了一副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 喂 嘿呀 行了 我跟你说 我们观众老爷们都催根了 我今天再不说他们都不给我投币了 啊 我工作这么忙 哪有时间给你锻炼啊 呢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做的事情 说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这种东西 你怎么能呢